卧槽 以为若燕要舞给自己看的时候 还蛮欢喜的 结果却是这个舞 那长枪入手分量击沉 甩起来自己都收不住手 而落在若燕的手中 甩起来好像轻弱无物一般 然而那凛冽的破空声和长枪最后的一次 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 咋感觉她打自己的话 能打十个 楚衣大哥 我舞得怎么样 女汉子 好 舞得太好 你简直太棒了 真的这么觉得吗 我大娘和二娘都不让我练舞 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就应该多学习女工 要学习琴棋书画 可是这些东西 我都不喜欢 爹爹也不让我练舞 说是练得五大三粗的 以后嫁不出去 楚衣大哥 你真的觉得 女孩子其实也可以练舞的吗 这丫头要是放在后世 包不准就是一个金刚芭比拉 小拳拳锤断你肋骨那种 可可 女孩子嘛 练舞不仅仅可以强身健体 而且还能增加一个人的胆识和自信 所以我觉得 练舞其实也挺好的 如果你喜欢练舞 以后家里不许你练 你就来我这里练 我支持你 真的 你真好 我了个擦 被一枪刺穿的标法纳什木 足有三指后啊 自己这个小身板 估计能穿糖葫芦了 其实若烟啊 你有没有想过 练枪法啊 我说的不是你用的长枪 而是火冲 碎发枪加装瞄准镜 说不好还真能弄出来 神枪手什么的 若是若烟端着加特林的样子 冒蓝火的那种 想想还怪激动的 火冲的话 我爹就更不让我碰了 练舞我都是趁着爹上巢 或者室外出军营的时候偷偷练 没事儿改天我教你用 真的吗 当然了 你爹他不会说什么的 楚一哥哥 你真好 那 那我们什么时候完婚啊 我爹爹让我问你来的 我刚才不小心给忘记了 可可 若烟啊 我们两家的婚约 虽然已经算是定下了 但是你现在年纪还太小了 等你再长大些 我们再讨论这个事情好不好 在这之前 你就当我是你哥哥吧 之后的事情 我们之后再说 白鹿 给小姐准备衣服和热水 先去洗个澡 换身衣服吧 是 夫人请跟我来 啊 夫 夫人 贤婿啊 月仗接到了陛下的密令 最近可能都比较忙 没时间来接若烟了 若烟就暂住 在你那里吧 等我有时间了 再来接她 你们既然已经有婚约在身了 如今权应天赋都是知道的 也不怕有人说闲话 你就当帮月仗一个忙 先帮着照顾一下她 反正未来也是一家人嘛 月仗留比 你就不用劳烦把人送回来了 好家伙 蓝叔还得是你啊 楚衣哥哥 我父亲怎么说的 你父亲说 他最近没时间照顾你 让你在我这里暂住 那 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待在这里了 你就不想回家吗 家里不好玩 大娘和二娘天天让我学习女工 三娘还让我学习厨艺 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可是我这里也没有准备你的生活用品啊 老爷 今天蓝将军已经把夫人的衣服 首饰都搬来家里了 还有这是儿 除了英雾首饰之外 还有其他床铺 家具 练武用的标靶武器 以及一些女工和画作 古装等物品 夫人的房间我们都收拾出来的了 感情 她一开始就没打算来接人回家是吧 可是这些为什么我反而是最后知道的啊 楚衣哥哥 我可以住在你家吗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她爹把她送来 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她真在这住下了 那就等同 于是已经坐实了婚姻了 蓝叔 你站住 哎呦呦 快跑快跑 你们要过来啊 蓝叔 你躲啥呀 没有没有 好女婿啊 你蓝叔这是东西落在这里了 我过来取一下的 我真没躲着你 真没躲着我 那我这都四五天了 怎么每次去你家 你人都不在啊 我送若嫣回家 家里大门到后门都上锁的 您这是要干啥啊 没 没干啥 我真没干啥 蓝叔 你赶紧给若嫣接回去吧 我们如今虽然有婚约 但是若嫣年纪小 还不懂事 你现在把她放我家里 是没什么 但是她在长大点而怎么办 流言蜚语下来 对她也不好 哎 现在把她接回来 才是真不好啊 楚衣啊 反正你们都已经有婚约了 而若嫣都已经去 你们家住了这么几天了 要不咱干脆把婚事办了吧 卧槽 蓝叔 你这是在担心什么啊 我不会毁婚的 现在若嫣年纪太小了 我这是为若嫣好 我们之间的婚约 是陛下亲自定下的 我没有理由退婚的 你这把若嫣硬塞在我家里 以后旁人还怎么看她啊 虽然咱们是政治联姻 但是也不能一点而都 不顾及若嫣的感受吧 你说对不对 你没有忽悠你蓝叔吧 这婚事你真不退的哈 太子没跟你说嘛 一开始这就是误会啊 我这不是想着 万一你是忽悠太子的咋办吗 蓝叔你赶紧给若嫣接回去 他这边东西都可以留下 之后想回来的时候 再回来就是了 好说好说 你早说嘛 要是你早这么说 我还跑什么 这搞得这么多人 看笑话了不是 楚义多谢岳账的看重 我知道你都是因为担心我毁婚 岳账的这份看重 我楚义都放在心里 不过岳账咱都是大人了 下次别这么胡闹了 我这不是受到燕王的启发吗 啥又是永乐这个科